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中部万安演习今天举行,乌日地区的高铁台中站及明道中学等多个学校,单位配合演习,明道中学在警报向前全校师生都躲在避难所为在室外活动,而高铁台中站在演习时,到站的旅客,则在县,紧急战务人员引导于车站内等后,万安演习今天在中部举行, 人车都严禁在街道,车到走动,明道中学则配合演习,在警报响前,原本在室外活动的师生,迅速依照原有规划动线,跑到学校体育馆,教室内等避难所躲警报,还安排两班的学生,演习一旦真有警报时,众人躲在避难所,关掉电灯,并且坐下抱住头的自我防护。 此外,学校还设立防护团团本部与管制中心,在警报响起及展开启动运作,其安全防护队,消防抢救队,医疗救护队,工程抢修队,供应队人员与装备都整备就绪,提供受灾民众防空避难所具备容纳效果。 同时,学校的各行政办公室,教室门窗都禁闭住,电灯关闭,室外都看不到人。 内政部警政署专员玉兆林与乌日分局长吴耀南前往明道中学进行视察,在校长汪大九陪同下了解演习情形, 对于明道中学配合政府进行演习表示感谢,认为可建立学生居安思维的观念。 此外,高铁台中站也配合演习,对于到站的旅客,则在游线,紧急战务人员引导于车站内等候,民众都知道在进行万安演习,都能耐心。 在等候,乌日分局还协请高铁公司在演习开始时,加强多国语言广播提醒,还设了多国文字的告示牌于计程车程车区,大众运输工具接驳区,让外国旅客能立即了解万安演习的情况。